外長王毅展開東南亞訪問行程 搜查到緬甸 承諾提供抗疫物資和疫苗 王毅星期一抵達緬甸首都內比都 戰後與國務資政兼外長昂山素姬 以及總統溫文會面 承諾向當地緊急提供30萬劑新型肺炎疫苗 進一步展開疫苗合作 期望加強雙方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 落實有關一帶一路的協議 港産素姬說 高度重視對華關係 希望加強合作 報道說雙方亦討論到邊境安全 地區合作與羅興亞難民等議題